川普遇次当下高举右手握拳 嘴里喊着战斗 这张照片成为历史画面 隔天立刻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拍下这张照片的美联社资深摄影师接受CN访问 说他能够捕捉到这个重大时刻 全靠直觉反应 还有一名在现场的华盛顿观察家暴女记者 原本要在肇事后与川普进行专访 没想到川普遭枪击后主动打给他 使他成为第一位访到川普的人 就是这么巧在子弹发射前 川普罕见地看向右边逃过一劫 至于为什么做出举起拳头呐喊的动作 川普在专访中这样回答 大难不死的川普认为这是向美国选民喊话的大好时机 根据竞选团队透露 川普在共和党全代会的提名演说内容 已经着手全部改写 在川普遇刺后 大陆外交部表示 习近平已经透过管道亲自向川普慰问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也报道指出 川普遭暗杀未遂 让人想起当年刺杀甘乃迪的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